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恭喜啊 列文 新书店开业剪裁 听说去了几十家媒体吧 你怎么没去啊 不能抢你风头吧 抢什么风头 公司这些年上上下下多亏你打理 总算有点好转 主要是为了跟你保持距离 你是我不可或缺的工作伙伴 你呢 已经给我长了年薪 又给了我红利和股份 我认为这样挺好的 各取所需 谁都不欠谁的 对了 这个报告你看一下 要没问题的话 签个字 我先走了 我爸这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 他能认同你的想法已经很不错了 你不要给自己太太的压力 我知道 对了 小婷 行了 你别说了 我知道了 我们的度假牛去不了了是吧 是 还是你了解我 但是你也知道 爸给我下指标了 我必须得超额完成招商 而且这边工程队 闹得不可开交 整个成本眼看着要超 所以我真的走不开 我不可能掉链子 对吧 这么着 我向你保证 等项目完成之后 我专门请一个月的假陪你 好吗 解释那么多干嘛 我又没有怪你 我在会上 听我爸那么一说 我就知道你肯定去不了了 我已经让助理把机票给退了 等你忙完了 我们就好好玩 他谢谢你了 对了 我就是想说 你别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 你的能力现在是有梦共睹的 你不用非要去证明自己 说句不好听的 你现在为我爸这么全心全意的 结果他还不领情 人家只会觉得你傻 是他们这么看 还是你也这么看 我当然不会这样想 我知道你有你的原则 该做好的事情就要做到最好 我只是想说 我想你了 我知道 在你的世界里我不是全部 可在我的世界里你就是我的全部 我也想你 相信我 我欠你的 我一定加倍补偿回来 那好 那你去忙吧 注意身体 嗯 拜拜 快点我来不及了 现在的乔老师真的是尽职尽责啊 对不起乔老师 是我骑马了 讨厌你 你还记得一年前 我带你去幼儿园面试的时候吗 这会儿还死活不愿意呢 在幼儿园的时候 是我最快乐的日子 不行不行不行 这样吧 一千块钱卖给您 您得答应我以后 我都给我接上客户 多来帮我这厂好不好 是 有需要再过来啊 走走走走 好 再见 再见 小姐 过来一下 正好我也有声少年 那个咱们那财务是不是搞错了呀 我在这儿已经是第四个月了 她给我发的还是实习期的工资 小姐 咱现在不是还没有钱正式的转正合同的吗 所以啊 你现在还是实习期 老板 我不是个学生了 我得养家糊口 您不能让我白干吧 我正要跟你说呢 下个月你不用来了 不是 我 我在实习期可是兢兢业业的给您画画 我我没犯任何错误 您为什么 你给我听清楚了 当初我可是看你走投无路可怜你才收留你的 知道吗 每院学生这么多 我一抓一大把 好多抢着来我这儿实习呢 你要是觉得少 没问题 您另谋高就 那为什么一个月之前你不跟我说 你也知道我每天手头事这么多 我根本忙不过来我记不清楚的 你怎么不提醒我一下呢 行 见识吧 无良奸赏 欣然 什么事啊 姐 晚上来家里吃饭 清浅说要请客感谢你啊 好啊 我还有件事想跟你说 我被辞退了 被辞退了 为什么呀 你前一阵不是说还干得好好的吗 其实是我自己也不想干了 这份工作一个月才五千块钱 根本不够在北京的开销 这个月我还给马老板的钱 您先帮我垫上 如果你手头还富裕的话呢 最好还能借我点 你们俩怎么回事啊 清浅收入也不低 你们怎么总是这样入不敷出的 她现在花钱是不是还大手大脚呢 不是 姐 跟她没关系 而且她挣的也比我多 主要是我不挣气 行 我这儿还有点回头打给你 另外 你得找清浅谈谈啊 要量入而出 懂吗 不跟她谈 我回头找机会跟她谈 我知道了 姐 钱我会尽快想办法还你的 我要去上课了啊 晚上再跟你说 姐 那个 晚上别让清浅看出来啊 知道 挂了啊 沐家 第一天开学 有压力吗 你要是有什么不懂的 找老爷 老爷还是不懂 我给你找我的学生 我给他报了四个半 成绩落不下 来 你呢 又当爹又当老总 真是辛苦你了 来 慰劳慰劳你 其实我没怎么操心 都是沐家自己努力 嗯 对了 对了 今天让你们来 有一个重大的好消息 告诉你们 你家 你妈妈打电话来了 她可以出院了 这么快 妈呀回来了 好不 高兴吗 那你做好准备啊 我知道 我吃饱了 再吃一点呢 还不吃了 早饱了 爸 你不许玩手机了啊 这孩子现在没事就玩手机 你得控制他一下 爸 有个事我想跟您说 你说 我和易如其实已经离婚了 你们 什么时候 在沐家上初中前 我们已经办完手续了 当时觉得沐家还小 等等再说 后来易如就 我就一直在没有找到 合适的机会 所以就一直瞒您到现在 那你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 其实我觉得我和易如之间 沐家知道吗 不知道 千万别告诉他 我还希望啊 你们能够 在一块过日子呢 要是能过下去的话 就不会离婚了 那也别告诉他 除非他大学毕业了 或者 我闭了眼睛再告诉他吧 小婷啊 明天晚上爸爸有个活动 你跟我去一趟啊 我不去啊 我有安排了 嗯 别跟爸爸吃起啊 没有啊 你今天你也看到了 你们家春生 在公司的周会上 可是出尽了风头 你怎么还拉着个脸呢 那是他通过自己努力 赠来的认可 就这样了 你还针对他 我怎么针对他了 我没夸他呀 他现在是想做什么 我都得顺着他做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就是觉得你给他的压力太大了 他的生活中就只有工作了 我们两个分居一年多 这什么时候是个头 那是他自己的选择啊 这个人哪急功近利 不是他是过日子的人 那还不是因为你的安排 他想放松想休假都难啊 爸 能不能等这个工程结束之后 就把他调回来 你们俩商量好了 不是啊 是我自己这么想的 不是我不愿意把他调回来 是他抓着聚会死咬着不放啊 你看爸你又来了 他想上进有什么错吗 你非要把话说得这么难听 闺女啊 我这么跟你说 男人都是有目的的 你们家春春你是应该最了解的呀 那是不达目的是不罢休的人 就算现在把他给调回来 他也未必领情 那您把他调回来 给他应有的职位 他就不会那么想着拼命地证明自己 您在心里给他定了性 他做什么都是不对的 我给他的还不够多吗 你们俩婚姻里的问题 难道都是我造成的吗 今天啦 你让我要把西北的项目给他 明天呢 又得让我把他从西北调回来 这父亲就这样被你们利用吗 爸 我是在求您 就这一次好不好 我这个傻闺女 真是 我知道您是为我好 可是如果你不帮我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下个礼拜啊 我正好要去视察西北项目的收尾情况 我看看吧 如果可行 我就把他调回来 太好了爸 那他回来是不是就给他升职啊 那也得跟人事部门商量是不是 是是是 那您一个人去多孤独啊 我陪您一起去 不再这样的吧 对我不放心是不是 还非得跟着监督我 不是不是 爸 我给你盛碗汤 喝碗汤 我回来啦 回来啦 你怎么又买水果了 我买了好多进口的 杏仁 你看这鞋好看吗 我给你买的 好看 我看你之前那白鞋都脏了 刷不出来 还有这个 衬衫 喜欢吗 嗯 喜欢 但是清浅啊 以后你不用给我买新衣服啊 我就喜欢穿旧的 还有那双球鞋 是我故意涂成那种颜色的 是没有问题 这里面还有三重颜色的裤啊 你拆一下 都是给你的 我还点了好多年吃的外卖 怎么了 是不是我买的太多太贵了 不是 这些事你就不用担心了 来 忘了跟你说了 老板说 只要我转正 工资可以涨到脸了 真的 庆祝一下 开瓶酒 庆祝一下 你看 我刚买的贵府天白 带车的 啊 易如康复了要回来 我已经把跟易如离婚的事 跟沐家外公说了 他怎么说啊 他说让我瞒着沐家到他长大 好 那我们再等等吧 可是沐家其实一直很喜欢你 那是作为他的老师 别担心了 我们可以等 好 怎么就你一个人来的 冯总正忙着呢 他今天有个招商会 好 董事长 您千万别怪冯总啊 他最近真是忙疯了 饭都过不上吃 整天在现场有解决不完的问题 叫他来接的人 那可不是我 小周总 您可千万别生气 冯总他真的是 没事 不是吧 我又不是那种小心眼的女人 我又不是那种小心眼的女人 我下午有个会 所以没去机场接您 知道您很忙 黎明来接也一样 里面行 里面行 欢迎董事长 走走走走走 我这次来啊 主要是看项目收尾的进度 咱们整体项目比预期的施工时间缩短了整整一个月 好消息 好消息传到了北京总部 大家都非常高兴啊 董事长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大家也别高兴得太早 那也看最终检验我们施工每一环节是否达标 要拿结果来说话 对对对 您说得对 现在招商啊 可是重重之重啊 对 那个项目收贷了吧 快快给董事长看一下 董事长 小婉干得不错啊 这一年啊 亏了你帮助春生 董事长 您太客气了 其实这一年冯总为项目真是付出了很多呀 新婚燕儿就要两地分居 小卓总也是嫌内住 隔三差五地就来一趟 我们下面的人看着内心也是深受感动 工作的时候更不敢怠慢 小婷啊 你都来了多少次了 要你管 是我们两口子的事 两口子 两口子的事 董事长 这是我做得不好 等这个项目忙完了 我多抽时间陪陪您 还有小婷 那没事啊 明天我陪小卓总 去市中心逛一逛 我不用逛 我明天陪您去视察工作 也好学习学习 好啊 好啊 来吧 来 来 这杯酒 我敬大家 不是 我们敬你 大家都辛苦了 那个 我待会儿还要去工地 我就以茶代酒了 都是以工作为重 那好 来来来 那我陪您 喝点杯 好好好 来 好 好 你最近真的是累坏了 嗯 项目快收尾了 这阶段特紧张 我是真没想到 你在宾馆真的住了一年多 这住宾馆挺好的 我已经让人一收入屋的 还有餐厅 忙着 到时候 我忙过这事 再去租个房子 你还打算在这儿常住啊 这项目都要完成了 项目完成只是前期完成 你还得运营吗 对吧 你得等它运营稳定了 才有可能被调回去 再说了 你得等公司有合适的项目 这都不是我说了算的事啊 我爸说了 等这个项目完成之后 就把你调回北京 真的 真的 而且高升 好玩 好玩啊 你别接了嘛 你看 我说的是公司吧 哎 哎 啊 什么 哎呦 那行吧 等我 我一会就到 你看吧 我得去趟工地 不行 今天哪儿都不能去 哎 你听我说 你爸明天要视察工地 我必须在今天晚上 把这些事都处理干净 啊 不行 这么着 我保证去去就会 啊 保证 来 来 给我 来 下慢点 那边兄弟快点啊 把这儿 把这儿往那边推 你过来 怎么回事啊 啊 这这么多玻璃没安装到位呢 不好意思啊 帮哥 我们这几天已经加班加点了 但是我们人手不够啊 你别跟我提人手不够的 这块活是你负责的 你必须在明天早九点之前 把这活完成 这不太可能啊 人太少了 赵 我跟你说啊 啊 你不要给我找理由 你到别的工地找人去 你想办法呀 哎 好的 彭总 你今天那个情况特殊 我加钱两倍三倍都可以 啊 赶紧呢 快点现在就打电话 啊 彭总 我现在就打电话 好 彭总 我现在就打电话 天儿来吧 对不起 就开这儿 су能了 ?. 好 快去吧 睡觉了 快七点了 走 你干吗 快去工地 司机已经在楼下等着了 你先把早餐吃了 没共吃早餐呢 今天你爸要去工地 我得比他早到 你放心好了 我有眼线 我爸还没出发呢 踏踏实把早餐吃了 行 吃一口 这咱们还配备了一个剧场 两个电影院和一家幼儿园 看着基本上该想到的都想到了 很好很好 你脸色怎么了 这么难看 他昨天晚上熬夜监工 几乎都没合眼 还要注意身体 停车场怎么样 尤其是备建停车场 备建停车场在A座 我带您去看看 好好好 小婉 关于咱们工程收尾的封顶 现在怎么样 封顶基本上已经完成了 就差一点 您看 就那边 小心 小心 小婉 明明 快快快快 快往快 抬开 马上给他送医院 马上给他送医院 咱们再等一会儿啊 快就过来了 兰心 好 爸爸接你来了 乔青姐 你怎么在这儿 爸爸 这是乔老师 安心 去上车上去 站住 我不认识您 您认错人了 我认错人了 我花了这么多钱 把女儿送到幼儿园 居然用你这样的人来当老师 我有优势资格证 这是幼儿园 你不要乱说话好吗 你害怕了是不是 大家知道他以前是干什么的吗 你干什么呢 你怎么来了 我这孩子 有问题吗 你这种人还配做家长呢 我不配做家长 难道他就陪当老师吗 他以前就是一个陪的 你先回报 信不信我冲你 行 行 行 您不等着 我 你别吵了 别动手 我求你了 爸 姐老师说明天也有空 陪我去打网球 你放学不用来接我了 行 立文 陪伦 陪伦 一如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 我特意改签了机票 想给你们一个惊喜啊 开心吗 开心 这哪是惊喜啊 是惊吓吧 你都一年没见妈妈了 快过来你让我抱吧 快过来你让我抱吧 想不想我啊 嗯 想了 那你看看 妈妈有什么变化吗 没有啊 你不觉得妈妈更有魅力了 我觉得 我觉得了 更漂亮了 这是我的乖女儿 清潜 别想那么多 肯定不会有事的 那姓金的以为她是谁啊 她敢说她在什么样的场合认识的你 别说了 她一定会跟园长说的 所有人都会知道 知道我以前干过什么 我肯定 我肯定没法再干下去了 不是 清潜 这些事情都过去了 这是过去事啊 你这一年在幼儿园干得好好的 他们有什么理由辞退你啊 过不去的 有些事情就是过不去 我还是去书房睡吧 我还是去书房睡吧 我晚上打呼啪吵着你 我不怕 我还是去书房睡吧 睡吧 嗯 你说我明天请简单吃个饭怎么样 我送她个礼物 我送她个礼物 送她什么好 不知道她会不会收她那个脾气 所以我才问你啊 我送什么她才会收呢 别太贵吧 别太贵 我都走了一年了 我都走了一年了 你嫌我吗 当然了 那我还是这个家的女主人呢 是啊 你是沐家的妈妈呀 我还是你妻子呢 我还是你妻子呢 睡吧 你会想要不要 都走了一年了 我还是想要去书房睡吧 我还是想要去书房睡吧 你不想要去书房睡吧 我还是想要去书房睡吧 你会想要去书房睡吧 你会想要去书房睡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也有责任 里面的医药费我就个人承担了 不走公司的账 而且 董事长 冯总 你 你 董事长 冯总 小白 你不在医院好好治疗 你跑出来干什么呀 对啊 董事长 现在项目这么多事 我怎么能够休息呢 我要接着赶 我说一下啊 这次的意外事故 小万呢 舍身就业 精神可佳呀 我建议啊 集团内部 好好地宣传一下小万的事件 大家都要学习他的这种精神 什么精神啊 董事长 我那就是应急的反应 你也就别谦虚了 谢谢董事长台 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希望 陈生 您说 这一段干得不错 这边这个项目 基本上算是稳定了 谢谢董事长 小婷多次跟我说 你们俩一直两地分居 事业要笨 这家也得顾 我明白 爸 你这是要把春生 调回北京吗 回去晚上收拾一下 明天跟小婷一会儿回去 嗯 董事长 现在现在 这项目正在收尾阶段 嗯 事比较多 要不等我把这项目盯完 我再回去 哎呀 这有小万在盯着呢 你我自有安排 主要是这个项目一直是我在主抓 黎明这边是配合我 好多具体事情它不太清楚 我怕这个关键时刻我一走 万一这项目 你说了这么多 就是不想回去是吧 不是 我也是为了项目着想 那你就不为小婷考虑考虑 你都看到了吗 这是她自己不想回去的 爸 爸 你这是诚心的吧 我说的也是等这个项目完成之后 再把春生调回北京的 行了行了行了 我不管了我不管了 你们自己盯 小婷 那个你坐我有个事跟你说一下 刚才在车上 是这样有个事我得跟你商量一下 本来是答应你忙完这几天 这项目一进攻咱们就回北京 但是恐怕我得做好 长期在这儿扎根的准备 为什么 这个项目不是就要完成了吗 是 是马上要完成了 但不是除了这 万黎明这档子事吗 他救了你爸 成了你爸的救命恩人 而且你爸还特别吃这一套 你知道吗 我就发现这整件事情的兴致就变了 变得不可控 如果我不把这个事给砸磁死了的话 我这心里就特别不踏实 你怕什么 这个万黎明是你的下属 他干得再好 那都是你的功劳 你是不了解他 他这人的心机特别特别地重 我就跟你说 他的目的绝对不只是西北这个项目 那他能怎么着 你才是我老公 这也是我要跟你说的 小婷 我不能只是你卓晓婷的老公 卓智楠的女婿 我是冯春生 我为什么花这么长时间 这么大精力 都倾注在西北项目上 我就是想把这个项目做得漂漂亮亮的 让业界的人一句话说不出来 一提到西北这个项目就说冯春生做得太牛了 我 这样你爸才看得起我呀 所有的这些 以后的晋升 这都是靠我自己的能力我取得的 没靠任何人 这样才能证明我的价值 那你要多长时间 我现在真没法告诉你 我我 我只能等这个项目运行平稳了 我我心里才有谱 冯春生 你真的很有志气 可是你的雄心装置里 有我吗 晓晓 你不要这么质问我好吗 我 我 我接个电话 刘招的 刘招 你说 这不是他们的责任吗 你为什么不具理力争呢 你在那儿等着吧 我半两小时之后到 小婷 小婷 我现在能去趟工地吗 你不都做好决定了吗 你干嘛还问我 小婷 小婷 你要干嘛呀 回北京 那我给你买明天的机票 冯春生 你心里没有一点我的位置 是呀 去吧 去吧 你得永大前程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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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